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一璇 新闻开始带你来关心凯米台风 侠带的西南气流重创高雄 黄澄澄的泥流 灌进豪宅的地下室停车场 就快要冲破防水闸门 住屋门是赶快组成人墙 要挡住泥流 但还是没有用 有大量的泥水顺着车道 就好像瀑布一样 淹进地下停车场 而另外呢 这马卡道是汪洋一片 高一周遭的道路 机车更是倒整排 飘在水面上 大雨夹带泥流 灌进美术馆豪宅大楼地下 停车场画面让人惊呆 就怕防水闸门被冲破 住户组成人墙肉身挡泥流 但泥水猛灌根本挡不住 停车场车道变成瀑布 涉水走下去 就像走进湍急溪流 里长接到消息扣澳国军 再来一车车沙呆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新的 一个重划区 水利的水沟都还没做一个完善的 重划区排水工程没中完台风 来袭地下停车场淹翻了 马卡道同样道路全部变河流 高楼层看下去汪洋一大片 高一周边道路就像海浪一样 不断拍打路边定家 转排汽车被冲倒飘在水面上 建工路整条几乎封闭 警方一度划橡皮艇救灾 还有医师要到医院检查仪器 结果车子进水抛锚 我从早上还不到时间 考到现在了 二十几天就有咽过一次 体色稍微好一点 八八风灾都没有咽这么严重过 爱河则是满出来冲到路面上 开密台风大雨狂怪 又遇上大潮水都排不掉 从市区平地到豪宅大楼 高雄几乎全泡在水里 记得洪夫人学卷 皇亲王书宏高雄报道